我们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 两名和尚 敬礼 撒迦正空上士 敬礼 十六世大宝宝王 喀玛巴 敬礼 图登大吉上士 我们敬礼 谈诚三宝 敬礼 青天护魔的祖尊 奥 孤独贵 摄所哈 师母 丹真家座 徒登师弟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念青尊 心灶 waking 爱自己是两 Book 相吗 都仅际 构楼内 寅合 我以前,大家過去了 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9月9號,星期六 下午2點 將主持阿彌陀佛席災祈福超度大法會 首傳聖觀音生生世世第一富豪法 9月10號,禮拜天也是下午2點 那要主持大幻畫網金剛 襲災祈福超度附魔大法會 釋受大幻畫網金剛不共大法 大幻畫網文武百尊中英文教得度 大幻畫網通聲飾演的灌頂 這兩場法會的地點都在彩虹雷藏寺 拍攝 拍攝 那麼9月9日的這一場法會 是西雅圖雷藏寺主辦的 這個大幻畫網 這個大幻畫網金剛的附魔 是彩虹雷藏寺主辦的 兩場的主辦單位不一樣 但是地點都是在彩虹雷藏寺 這個聖觀音呢 他本身的這個低富豪法的咒语 跟觀世音菩薩的 オマニヴェミホム 是有オマニヴェミホム 大渣佛祖 Guruya 所哈 他加上了 大渣佛祖 Guruya 所哈 就是他的咒语不一樣 另外呢 他的貢品 是比較特殊的 有三樣貢品 是不太一樣的 那必須要 到時候再跟大家講 這貢品是什麼 如何貢 如何回向 才能夠生生世世 變成第一富豪 那麼大幻化王金剛呢 我們曉得 這是大幻化王金剛的咒語 這個咒語 這個很有力量 這個咒語也非常有力量的 曾經作為 這個身體健康很重要的一個咒語 它會消除很多的疾病 很多人參加這個法會以後 他的這個肿瘤消失掉 很多的感應 至於聖觀音呢 這個第一富豪華 這也是從來沒有人做的 只有我們正活中做 只有我們正活中做 那麼 我們 Chubura School 我講過也是中獎中 很多人中獎 很多人中獎 像這一次這個 來參加的 在歐斯里亞 就有人中獎 歐斯里亞有人中獎 中了獎以後 他來參加 他拿給我供養的時候 我嚇了一跳 奇怪 你怎麼供養這麼多 我心裡想說奇怪 他怎麼會供養這麼多 我在看後面的名字 我在回頭再找他 原來他是中獎 中獎 當然供養多一點 這是歐斯里亞 另外還有新加坡 新加坡的 他也是中獎 中了獎 他說 他才買機票 飛過來參加這個 第一富豪 是新加坡的地主 新加坡的地主 他也是 問世的時候跟我講 他中獎 當然 也少不了供養 這個 讓師尊知道就好 讓師尊知道 中了獎 通知大家 這個 另外 我們 奇隆白財神的這個 這個也有人中獎 奇隆白財神也有人中獎 另外 勾財天女 有人中獎 遙之金母 馬上有錢花 有人中獎 記得有一點 你這個晚上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 很多的文武百尊出現 甚至師尊出現 跟你喊了一聲 你中獎 那個時候 就要趕快去買 我們第一次 第一次這個大樂透中獎的時候 美國第一大樂透中獎的時候 他是看到 師尊跟他講 你會中獎 然後他就 到了晚上的時候 先生先睡覺 他就講說 還是對一下 他就看電視 然後對一下 果然中獎 然後把先生叫醒 兩個人就一起 跳舞跳到天亮 一個晚上沒有辦法睡 跳舞跳到天亮 然後呢 就 開始 叫小孩子不要上學 然後呢 他車子一開 他叫警察保護他們 因為門口已經站了好多人 不管是 認識的不認識的慈善機構 全部都來了 所以他就是叫警察開車 然後就開到這個西雅圖雷脹市 住在西邊小館 住來差不多一個月吧 住了差不多一個月 每天他吃的就是 自己煮一鍋油飯 油飯 每天就吃油飯 也不敢出來見人 最後買了房子 中獎也是蠻辛苦的 但是不要講出去 講出去就會變成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台灣也有很多人中獎 中那個威力財 這一次 大法會 聽說中威力財的 會來 中威力財 聽說啦 目前還沒有看到 中威力財的 在台灣中威力財 回來 中威力財 本來很想講他是誰 但是呢 一直都不敢講 因為 因為連他的兒子 他的女兒都不知道他中威力財 今天呢我們做 可以講 中威力財 那會不會有... 有分別的 我覺得 這不代 Geor 这个香沟 就是咕嚕咕嚕 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面向这个咕嚕咕嚕佛母 合掌 还没有上法座 只是刚刚下来而已 下拉车 就看到咕嚕咕嚕的箭射过来 哇 一下子就被射中 是我啊 天啊 被咕嚕咕嚕佛母射中 阿弥陀佛他射来之箭 射中我 我不知道啊 总之咕嚕咕嚕佛母射了我一箭 郑重红心 我想我自己年纪那么大 饿了 饿了我饿了 大概就是说 那是杜化很多众生的箭 顾化很多众生的箭 他有这个十方射箭法 上方咕嚕咕嚕咕嚕 下方咕嚕咕嚕咕嚕 八方咕嚕咕嚕 这十方射箭法的咒语 就是十方射箭法 就是十方射箭法的咒语 石漉血 八方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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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佛母 以 involve 微笑的 还有 愤怒的 微笑跟 愤怒在一起的面相 所以 他本身呢 也可以讲 他本身是可以 作为父法的 咕嚕咕的佛母也可以作为 父法 所以他的这个 夜轮底下 脚底下所踩的 主踩夜轮下 有大智在天跟天母 他也是踩着 大智在天跟天母 他又称为 作为作名佛母 是最大的敬爱尊 这个图灯达尔吉上师啊 他就是以 咕嚕咕嚕 佛母 作为本尊 作为他的本尊 那有人问他 他说 他说 师父啊 你修咕嚕咕嚕咕嚕 佛母 但是你为什么 度众生 只有三百位 只有三百 他的回答是这样子 我度一个 儒圣燕就可以了 那 这度一个儒圣燕 他就是 等于万万众的 施工 修法是这样子 这是他以前的回答 他说 度这个儒圣燕 那么他就万万众的施工 其实不一定是 这个咕嚕咕嚕咕嚕佛母法 是作名佛母 但是 他不一定是在小敬爱里面 不一定是在小敬爱 你做生意的 修咕嚕咕嚕咕嚕佛母法 一样很多的客户 有千千万万的客户 你当个艺人 他这里 我曾经讲过 修这个咕嚕咕嚕咕嚕佛母法 可以得到大敬愛 政治界的人士就可以當總統 在演藝界 就有千千萬萬的粉絲 大致國家社會 小致家庭和合 個人婚姻事業等 一樣的 你做生意的 就有很多很多的客戶 這個法相印 像我剛剛來 他馬上射了一支劍 郑重弘心 這個厲害 這個劍就是厲害 他是屬於有大权威的伯母 大权威的伯母 他有四個試驗 地的試驗 是讓所有人得到財富 水的試驗 是能夠襲災致病 佛的試驗 是可以幫助眾生敬愛圓滿 轟的試驗 就有降伏的力量 所以他本身也是復法尊 好 好 你講 這一場的附謀呢 我接受到師佛跟這個伯母的這個大樂跟空性 應該給他那個 每次人家站起來講話都要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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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受 我不得不講出來 因為呢 一開始的時候 師尊 這個已經跟這個佛母合一 從頭到尾一直看到師尊跟佛母合一 所以會感受到師尊跟佛母的這個大樂跟空性的一種 非常非常美妙的一種伐喜 弟子也會覺受到 然後從頭到尾都是紅色的 這個光全部是紅色的 都沒有間斷一直是紅色的 然後也覺得很清涼 非常的清涼 有這個甘露的這種清涼的 的這個覺受 那我知道這個大瑜伽室啊 跟虛空的這個諸尊的這個相應的這種感覺呢 真的是無與倫比是真實的 這個密教修出來 這大瑜伽室這個 跟虛空每一尊佛母啊 佛菩薩這種 融合唯一的一種感覺呢 我今天覺受到 然後到最後呢 附魔結束的時候 它又變成白色的光 也還是清涼的 所以呢是覺得地水火風 都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真的是又快樂又光明 然後又清涼 是非常清靜的 從頭到尾都沒有雜念的 所以師佛的這個護魔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 感謝師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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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e rest 差不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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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輪啦 真的是解釋 这是我的秘密,怎么可以讲出来 解釋,这一刹那之间的解釋 讲笑话吧 小明对八八讲,这个八,我今天是被老师处罚 他八八是这个角头啊,地方的黑社会的老大 这角头八八就讲,诶,老师干嘛给你处罚 小明讲,我也不知道诶 上课的时候老师就问我,三乘二等于多少 爸爸就讲了,那你怎么回答 小明回答 我说等于六啊 爸爸说,诶,对啊 这个老师为什么还会处罚你呢 小明回答,因为后来老师又问我 那二乘三等于多少 三乘二 现在老师又访问,二乘三等于多少 这角头八八就讲 你娘呢 这不是同样 这是你娘呢 那还不是一样吗 这小明回答,对对对 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跟老师讲 他跟老师讲,你娘 你娘,那还不是同样 当然会被老师出发 这个小王跟小李是热爱棒球的好朋友 经常争论着天堂是不是有棒球队 这个小王往生以后不久 就托梦给小李 小王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小李就问,什么是好消息呢 小王讲,天堂真的有棒球队哦 那小李就问 那什么是坏消息呢 小王讲 下个礼拜五那一场的投手就是你 这个妈妈教育女儿 选丈夫是一辈子的大事 要多用点心 你看看你爸爸 什么都会修 汽车他也会修 电器也会修 水龙头也会修 连衣柜坏了也会修 这个女儿就讲 哦,我明白了 这个选丈夫就是要选 这个她的能力很好 什么都会修的 这时候妈妈才生气的讲 你明白个什么 如果你找到像你爸爸这样子的丈夫 一辈子都没有别想用新的东西 什么都会修 这没有新的东西好用 老婆对老公讲 老公啊 你努力混个这个总经理 那么我就可以当你的秘书 老公回答 我才不让你当秘书呢 老婆说 怎么了 难道我长得不够漂亮吗 老公讲 不是 像你这样的体型啊 应该适合当保镖 密疏跟保镖 我听说 我那两个保镖会来 贤民二劳 我那个保镖 两个保镖会来 这两个保镖 我走到哪里 他都会跟到哪里 别人啊 想要靠过来 他先把我抱住 就像老鹰抱小鸡一样 我怕得要死 这种保镖还是不要 现在呢 进入 你问我答 马来西亚 莲花 利宏问的 鼎礼师尊 弟子忏悔 以前修 事 无量心观 觉得众生来参加 修法 是他们的事 我修我的 这样子观念是不对的 最近才发现 师尊在早期文集有提到 是无量心观 是以实法罪众生为对境 修至他平等 甚至做七因果 或至他复犯的思维 在秘法 可以观想众生 变成自己 变成本尊 在很多仪轨都有提到 消除众生的业 以本尊的力量 不施和加持众生 以前我以为 自身本尊法 去系众生的恶业 本尊放光 加持众生 是需要修行 有成就 才可以做 弟子最近 这样做 觉得修行 进步神术 对于那些曾经 欺负 霸凌 陷害 甚至 以我 指我以死地的人 虽然不会想 修复关系 但在我能力范围 我会去说或帮助他们的事 但之后我会保持距离 因为在我没有主导前 和这些人相处 我容易被恶性影响 而且人生无常 时间有限 如果在一起不能做 有意义的事 没必要特意的相处吧 想问师尊的问题如下 一 行则花菩提心 修 西黑 吐白 是有分 修行的境界 还是说 只要 自身 本尊 三根本 加持就可以 二 弟子在不同的场合 西黑吐白 有不同的感应 有时觉得 这是大补 精神饱满 有时会让身边生 身边生病的人 病情好转 但我会感觉不舒服 之后没事 但时间长短不一 这个是不是正常 三 在菩提道次第 提道可以对根本上师 修 西黑吐白 弟子对 归敬修 归敬 诸尊 会放光加持 这是不是 双造法 弟子这样和一些人 保持距离 是否 符合中道 他问的问题 是替代众生的业 像我们来讲起来 我们修行 刚刚开始修是 西白吐黑 把 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是西白吐黑 像九节风风 你西进白的 吐出黑的 把身体的黑气 排除掉 全身都是白色的光气 刚开始是这样子修的 后来你发菩提心 觉得你要帮助众生 所以你西众生的黑 吐出自己的白色给众生 这个就是布施的修法 布施的修法 这样了解吗 他的问题是这样子 行者发菩提心 西黑吐白 是有分修行的境界 还是说只要自身本尊 三根本加持就可以了 如果有三根本加持 或自身本尊 你是可以做布施的工作 因为三根本给你加持了 上师 本尊 父法 给你加持了 你就等于全身都白了 这个时候 你吐出白 西进黑 是可以 因为你发菩提心 这是第一个 自身本尊 三根本加持 但是自身本尊要坚固 加三根本加持 要有接受 例如 刚刚 这个 咕嚕咕列佛母 给我射了一支剑 我当然知道 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的上师给你加持 你有接受 你的本尊给你加持 你有接受 你这个 你的护法给你加持 你也有接受 你只要这三种有接受了 而且你自身本尊 也坚固了 你就可以 西黑吐白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弟子在不同的场合 西黑吐白 有不同的感应 有时觉得 是大补 精神饱满 有时候让自己 身边生病的人 病情好转 但自己会感觉到不舒服 之后没事 但时间长短不一 这是否正常 应属正常 应属正常 是正常 这个是第二点 这是正常的 有时候感应不一样 感应不同 有时候会不太舒服 有时候呢 是 可以的 第三 在菩提道次第 提道 可以对根本上师 西黑吐白 弟子对归进修 归进诸尊会放光加持 这是不是双造法 第三 这个讲的双造法 没有错 这是双造法 双造 也就是说 这个 也不失 也这个帮助众生 甚至于 对这个 四圣六环十法界 都是有益的 四圣六环十法界 都是有益处的 这是双造法 第四个 弟子这样 和一些人 保持距离 适合符合中道 我告诉你 《维摩节经》里面有讲到 随顺两个字 你不能刻意 避开某些人 你如果是这样子 弟子和 某一些人保持距离 这就是你刻意 避开某一些人 你刻意避开某一些人 就不是随顺 就不是随顺 所以随顺 无论如何 你自己本身 你就是佛法 你遇到怎么样子的人 你都去布施他 不能够 不能够 刻意去避开他 这个刻意避开 按照《维摩节》讲 那个就不是随顺 所以我们遇到某一些人 他跟我们有缘 他跟我们有缘 那你就是一定要 要跟他在一起 然后慢慢地 以这个方法 来转变他 转变 以佛法来转变他 而不是说 我拒绝跟你来往 不可以这样子 除非你没有遇到 你如果好像是说 《维摩节经》里面讲到 这个 你故意的 这个 这怎么讲啊 只要你故意的 避开某一些人 这个人跟你磁场不合 你故意的 不愿意接近他 或者看到他来 你就散开 这不是 《维摩节经》里面讲的随顺 看到他来接近你 你还是要接近他 你不可以拒绝任何一个人 或者故意 散开 不理这个人 都不可以的 所以要懂得随顺 第四个 弟子和某一些人保持距离 是不是符合中道 当然不符合中道 你就是有所取 这个人 你喜欢 你跟他在一起 这个人不喜欢 我就跟你保持距离 这个就不对了 这就不是随顺 任何人都可以跟你在一起 不管是他好的坏的都可以 你故意避开 你就是有所取 你有所取 就不是随顺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有些人认为说 哇 我已经很大了 大到不得了 我可以对 咕咕咕咕的佛母 我不用敬礼 因为我很大 我比咕咕咕咕的佛母还大 我比咕咕咕的佛母还大 我比维摩姐还大 我比这个 马哈巴拉还大 我不用跟他合掌 错了 告诉你 那是摩 绝对不是你大 比大的 大致再生最大 那个就是摩 我告诉你 我对土地公 还要合掌跟他鼎礼 他有时候还会帮到你 你不要以为你最大 哇 我最大 我去修到很高 这个我对这个 对我自己的师父 我皈依的师父 我都很恭敬 祈求他们加持 因为那是双造法 你懂不懂双造法 密教里面有双造法 就是这样子 我跟土地公敬礼 他帮助我 我也帮助他 这是双造法 这里面所讲到的双造法 阿玛巴拉 是师尊的副法 你是我的副法 你要跟我敬礼 那你跟我敬礼 我不会回礼 我只是跟你 嗯 不能这样子的 我每次上来都跟他合掌 跟他顶礼 我家里有很多土地公 我尊敬所有的地神 我跟他们讲 我要晚上要睡觉 我跟所有的土地 所有的地神讲 我要睡觉了 大家晚安 跟他合掌 对每一个都是一样 没有大小之分 你心中如果有大小之分 我比较大 你比我小 我可以不理你 我比较大 你比较小 我不理你 那就错了 那是磨 磨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磨有比大小 我跟大家讲 平等舍 所谓平等舍 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 没有什么大 没有什么小的 我不是说尊敬佛 我就很恭敬的 对佛菩萨 我把士圣 我合掌礼拜 对土地公 我就随便 地方上的芝麻利斗神 芝麻利斗神 一个小小的土地公 不是的 我把土地公都当成佛来拜 我大家学佛了 要知道平等 平等对四众生 如果有谁说我比较大 那就错了 所以学佛不要学成这样子 那就是学佛不成 学成谋 要懂 大家要懂的这个道理 所以要随顺 不能刻意着 人家来接近你 你刻意避盖他 不喜欢他 我不喜欢 我跟他磁场不合 不行 平等 没有什么磁场合不合的 这个 四岁的小明 因为身体不舒服 妈妈带他去医院 医生看他 小明年纪很小 为了让他 让小明知道自己 哪里不舒服 想让小明知道自己 身体气光的名字 也是指着自己的耳朵 问小明 来告诉医生叔叔 这是什么 小明一听 便转头对妈妈讲 妈妈 我们还是换医生吧 他连耳朵都不知道 去牛肉面 店叫来一碗牛肉面 吃了一口 面结得怪怪的 一次找来 一次找来服务生 骂了他一顿 因为声音过大 老板就跑出来了解状况 我说这碗面有错位 结果老板不仅没有道歉 还甩了我一巴掌 然后就吼了一句 先生麻烦把你的鞋子穿上 这两位好朋友 去吃火锅 两位女生 去吃火锅 因为火锅的温度太高 吃不到一个小时 我们满身大汗 脸上的妆 全部发 于是忍不住 跑去发脏室洗脸 然后呢 就素颜出来 坐在位置上 服务生就走过来 一脸方张的问 刚才那两个女生 去了哪里呢 都走了吗 他们还没有买单 你看呢 你看伤吧 这个训导主任到了一个班上 进门口就讲 请班长选三个人出来 我要颁发 哇 这个整个班陷入一针 这个 仙藤 班花耶 班长为了公平起见 就很认真的在班上选票 票选 经过激烈的争夺跟厮杀 最后终于选出三位漂亮的女同学 三位漂亮的女同学就很害臊 又非常欢喜地去问训导主任 请问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呢 训导主任回答 跟我到顶楼去搬花 好 我们讲 唯莫杰基那 五点 稍微讲一下好了 就把它讲完吧 很少很少 无意是菩提 诸法等故 这刚刚我讲的了嘛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就是菩提 就是 不是二 就是无二 就是一 无意 是菩提 诸法等故 活法是平等的 活性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这个慈悲喜舍的舍 就叫做平等舍 舍是没有分别的 没有分别就是无意 无意就是道 因为所有的法 都是平等的 无比是菩提 无可义故 没有可以比喻的东西 无比 没有可以比喻的东西 不可以用比喻的 道 也不能用比喻的 无比 也没有得比较 没有比较的 像邏居邪就用不上 道 是没有比较的 是没有比较的 没有可以比喻的 唯妙是菩提 诸法难知故 唯妙 我常常讲西方极乐世界 他就是庄严 人 书生 唯妙 不可思宜 唯妙就是不可思宜 不可思宜就是唯妙 你不能够想出来的 你没有办法去想的 唯妙 没有办法去不可思 不可义 不可义 就是唯妙 是菩提 他就是佛 佛性 诸法难知故 很难 去把它说得明白 所以这讲不可说 佛常常讲一句话 这个事情 这个佛法不可说 这个不可说 不可说 为什么不能说呢 因为说了就不中了 说出来就不对了 一讲了就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讲唯妙 不可思宜 他就是佛性 是菩提 是真如 是道 这是维摩姐讲的 然后呢 这个弥勒菩萨 就讲了 这个 释迦牟尼佛 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讲 维摩姐讲这个法的时候 两百个天子 都得到无声法人 就是都十天的 都十天的两百个天子 都得到无声法人 无声法人 就是不动的境界 无声 无声 到等于 无声法人是属于 菩萨第八地 第八地 不动地 那不动的话 他本身来讲 他就是道心 完全是很坚固了 道心很 不会退道心 不退道 不退转 所以弥勒菩萨讲说 所以呢 我不适合 不能够胜任 去看维摩局 他是这样子讲的 再来呢 这一段就是 释迦牟尼佛 就请光源同子 到维摩吉那里去 探兵 光源同子是哪一位呢 光源同子 一般来讲光源同子 光源 这两个字的意思说 以自身的光明 来庄严自己 以自己的光明 来庄严自己 叫做光源 光源 同子的意思就是 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 小孩子本身来讲起来 他不知好坏 好的坏的 没有什么分别 像赤子一样的 我们不能用这个年纪来讲说 几岁就是童子 几岁不是童子 莲花童子 应该是属于小孩子 莲花童子 在莲花上的小孩子 就是童子 不是这样子的 童子是表示说 这个人不管再老 他还是一样有赤子之心 他就是童子 不以年龄来讲的 不是用年纪来讲 这个讲的这个童子就是这样 他没有恶心 他只是一心 赤子之心 只有一心 他不混乱 他不乱 他去看画 哪一张画好 哪一张画不好 不是 他像小孩子看画一样 看过去 就觉得 什么都好 这就是一心 一心就是童子 一心就是童子 你有那一心 我们讲 后面会讲到 这个执心是道场 会讲到执心是道场 其实执心是道场 一心就是道场 那不二门 童子呢 也就是菩萨的意思 所以释迦摩尼佛呢 来告诉光源 请光源童子 去看这个维摩节的 其实在那时候啊 有三个居士 都是很有 很有名的 在那个 逼舌里程 有三个居士 都很有名 一个是维摩节居士 一个就是光源童子 一个就是宝鸡 宝鸡菩萨 宝鸡菩萨 跟光源童子菩萨 跟维摩节 菩萨 维摩节菩萨 这三个都是很有名 都是很有学问的 都是佛法很好的 那佛告光源童子 就是 让他到维摩节那里去 去带领大众 去看维摩节 这光源童子啊 就跟释迦摩尼佛讲啊 释迦摩尼佛 我也没有办法胜任 去问他的 去看他 没有办法胜任 他也是没有办法去胜任 那光源童子菩萨 就是用光明 来庄严自己的 这个 赤子之心的菩萨 我只能够这样子解释 好 光源童子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阿玛尼佛尼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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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